一个时代的结束,毛泽东试试各国是怎么报道的? 自1971年林彪事件后,毛泽东的身体就急剧衰弱,极少公开露面,文革造成的动乱与封闭,外界无从了解中国内部的真实情况,只能通过有限的公开报道,物理看花,打打迷,外界甚至因毛泽东极少露面,而多次传出他的死讯。 但都被毛泽东的公开露面或报道戳脱,外界尤其是西方媒体,始终对毛泽东的生死暴以极大的关注。 1976年5月27日,毛泽东拖着病体,最后一次接见外宾,在书房中会见了即将结束访问回国的巴基斯坦总理布托,此后,毛泽东再未公开露面, 外界虽然仍旧猜测纷纹,却并未意识到毛泽东去世这个假消息即将成真。 1976年9月9日,海峡对岸的台湾,刚走出蒋介石去世的阴影,总统严加干,行政院长蒋经国配合还算默契, 这一天,整个台湾政府都处于焦躁不安重,前沿指挥所报告,对当共军出现异动,台湾知道对面一定发生了什么, 但不能确定,究竟是内部发生了如林彪事件那样的大事,还是攻台的前奏,没有人意识到毛泽东去世了。 在北京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上杨正全,凌晨五十多,即被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, 中央广播事业局值班人员要求杨正全即刻赶到局长办公室, 长期从事新闻工作锻炼出来的敏感神经,告诉杨正全有大事发生了。 一位副局长告诉杨正全,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,中央已经发了内部通知, 他没有公开传达,指定由杨正全负责报道工作,并一再强调要绝对保密, 既要做好报道工作,又要防止泄密,被外媒抢先报道。 下午十六时,原定十八时播出的宣布毛泽东此讯的告全党, 全军和全国各都人民书,提前播出,世界震惊了, 各大媒体争相报道,成为压倒一切的头条新闻。 因为时区的原因,日本东京时间要比北京时间早一个小时, 毛泽东死讯公布后,日本各大报刊当日的报纸已经出版完毕, 为了报道这一消息,日本各大媒体纷纷出版号外, 专题报道毛泽东之死,已至1976年夏季,成为日本战后最大的号外高峰。 次日,日本各大报纸,均在投版以特大字号, 同蓝标题报道毛泽东的去世, 独卖新闻用八个整版报道了有关的消息,文章与照片, 每日新闻以中国的红星为题, 报道了毛泽东83年的人生,献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, 和他在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上,留下了巨大的阻迹, 在该报的第十四版甚至以造反,争名,东风为题, 刊载了毛泽东的部分语录,朝日新闻,东京新闻, 都用了八个整版报道毛泽东的去世, 产经新闻用了六个版面, 日本经济新闻也在五个版面以上。 值得指出的是,在日本出于对毛泽东的尊重, 在报道中一律使用毛主席这一称谓, 而不是知乎其名, 偶尔也用毛泽东主席, 如独卖新闻国际部长评解玉撰写的报道, 题为美中苏三国时代之雄毛主席, 卓越的世界战略, 朝日新闻社论委员也上证写的评转, 题为毛主席贯彻指引了激进的革命路线, 有时和党内的多数进行对抗, 周恩来在日本也享受同样待遇, 被尊称为周总领, 离北京晚七个小时的巴黎, 毛泽东去世消息公布时, 正值上午九十, 一天工作的开始, 法国震动了, 各大报纸, 电台, 电视台, 通讯社均以毛泽东的去世, 为头等重要的新闻, 报告跟进, 法新社从当地时间实时十分开始, 同时在国际, 国内两条线, 连续不断播发来自中国, 法国及世界各地的消息, 到九日深夜, 共播发九十三篇报道和文章, 前所未有, 法国世界报从第一版到第九版, 以九个版面报道, 中国政府公布的告全国人民书以及社论, 各界人士反响的, 法国三大电视台, 纷纷将原本半小时的新闻, 延长到一个半小时, 报道毛泽东的去世, 以及法国各界的反响, 一海之隔的英国, 路透社在毛泽东死讯公布后, 一小时内就分别从北京, 香港发回四份报道, 北京时间十六时二十八分, 更发出内部通报, 各办事处需要最高级对有关毛的反应, 今最快速度发挥, 大洋彼岸的美国, 消息公布时, 正值美国中部时间, 十日凌晨五时, 处于睡梦之中, 美国广播公司, 全国广播公司,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三大电视台, 率先报道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, 电视上不断重播, 毛泽东与尼克松会面的历史性画面, 以及美国总统福特与国务卿基辛格, 讨论毛泽东逝世的镜头, 十日当天, 纽约时报, 华盛顿邮报, 基督教科学真言报, 新闻日报, 纽约邮报, 华尔街日报, 华盛顿明星报等各大媒体都在显着位置, 大篇幅地报道了毛泽东的趣事和生平, 纽约时报仅副告版所刊发的毛泽东的生平, 就达到前所未有的一万字。 第三世界国家也纷纷报道毛泽东的趣事, 古巴官方通讯社拉丁社, 9日发自阿根廷首都布宜洛斯爱丽丝的报道称, 毛泽东致事的消息, 在拉丁美洲政界, 外交界和知识界引起了深切的悲痛, 拉丁美洲各晚报, 均以投版大量仙幅报道毛泽东去世, 哥伦比亚虽然没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, 首都伯格大的一些学校中断了活动, 学生们集合在大学城的切格瓦拉广场上, 以悼念的哥伦比亚左派中, 最有名望的领袖之一, 毛泽东。 泰国新中原报十日刊发恶号惊传, 全球同岛, 阿尔巴尼亚盛战者日报, 十日刊发毛去世, 一个历史的时刻, 尼泊尔新型的尼泊尔报十日刊发首都一片震惊, 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时报, 十日刊发全世界悼念毛史事, 北野门革命报十日刊发中国的悼念和第三世界的悲痛, 巴拿马评论报十日刊发, 全世界真正的革命者为他的事实感到悲伤, 南斯拉夫解放报十一日刊发, 来自韶山冲的革命家, 斯里兰卡勇士报十二日刊发, 毛主席事实是人类的最大损失, 扎伊尔扎伊尔周刊, 十三日刊发, 一位标志我们时代的人物。 在世界媒体使尽全力报道时, 台湾与苏联反映有些冷淡甚至贬低, 毛泽东如前一年去世的蒋介石一样, 在这两个地方的媒体中, 享受到了赫鲁晓夫式待遇, 苏联最高苏维埃机关报, 消息报, 仅在大数第二版一个角落里, 发表了一则寥寥述航的报道, 苏共中央机关报则是赤裸裸地对中国发出威胁, 称在毛泽东逝世后, 如果中国不在一个月内采取与苏联合解的政策, 那么苏联有可能采取某些不可逆转的决定。 十日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传到联合国, 出席联合国海洋会议的42个国家代表中, 41个相继发言表示哀悼, 苏联代表是那唯一没发言的国家代表, 并且还中途退席。